GAMEM 那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叫做 如果有一天你变丑了 没关系 也许你要开始拯救地球了 故事素材来自于中日合作动漫 To be hero 男主牙叔是一个高端人才 在现代社会如此分杂的职业中 选择了做时代的弄潮 拼搏在潮流的漩涡 仅扣互联网家里面 他有一个大胆的强法 他要做 互联网家马桶店 和如此顺利的事业相比 牙叔的家庭关系显得十分僵硬 已经离异的他独自飞扬着女儿 凭借他独特的父爱和养育技巧 把女儿小敏从萌妹培养成街头霸王 如此幸福美满的家庭 就在某一天 被一个叫做 的家伙打断了 于是就这样 杨树被任命为地球的英雄 守卫地球的合体 拥有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能力 唯一的小牺牲就是 他的样貌变成了一个中年大叔 而小敏是他亲生女儿 可以说 对他老爹知根知底 我相信即使牙叔的外貌变成了这样 小敏也不会说 有趣 一个英雄的自我认知是最困难的 我的能力是什么 我的责任是什么 敌人们将会怎样伤害我爱的人 牙叔觉得以上几个问题 做了深入的思考 但是没关系 虽然牙叔变得相貌平平 撩妹技能重新归零 但是紧张自己的英雄生活 一定会给生活带来不一样的 而作为一个英雄 平时工作非常繁重 但是大体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被小敏暴打 第二种是被反派调戏 面对着身形巨大 外貌丑陋 生命里顽强的 蟑螂怪 面对着穿着魔抗斗篷 张着翅膀 拥有声波武器的鸟鸟怪 早饭 早饭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早饭 起人太深 去死吧 我靠什么样 大大音量 给我闭嘴 面对CG变形 脾气暴躁 机械感失踪的MC大黄蜂 面对发现酷血 出手狠辣 爱吃彼此的中二少年 什么 刚才我不是把你宠了吗 喂喂喂 你说话小心点 街里街坊听到会引起 不必要的误会 没可能啊 刚才命运已经插进去了 喂 你怎么越说越来越了 不会做的 我刚才就是从你后面深入的 看样子超能英雄 这份工作也不算太难吗 对 一点也不难 那是因为作为一个男人 最难的职业不叫英雄 而叫父亲 其实所有的一切 只是牙叔想象出来的 真正的他 由于工作过劳 加上压力过大 已经昏迷在医院了 牙叔并不是什么英雄 也没什么成功 他不过就是一普通人 如果说这一切 有哪一点是真实的话 就是他独自抚养小敏长大 故事里的所有反派 只是牙叔在小敏小的时候 给小敏画了一本漫画里面的情节 每一个反派都对应着 小敏小时候所害怕的东西 所以对于父亲来说 消灭这些反派 都是义务和责任 这种剧情我们不是没有看过 但是从来没有在国漫中看过 突变英雄作为一个 中国主导的合作动漫 在最后两集的升华上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 我其实非常少去推荐什么动漫 一般我都是去蹭大IP的热度 不好意思啊 我好像剧透了 总之强烈建议你们去看一波 节奏感十分紧凑 官方自在吐槽 虽然限制了我的发挥吧 不过绝对是近年来的国漫神作 那最后呢 也许有一部分观众啊 是刚高考完 或者是刚中考完的 我只想说 无论你考好考坏 人生还很长 好的成绩不一定是开始 坏的成绩也不一定是结束 像牙叔一样 为了更好的生活 做自己的努力就好了 我觉得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我并愿一波 或者是收藏转发一波 都是好的开始 有趣 有戏人说懂吗 每周五更新 我们下周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